在奥特曼的多元宇宙中 任何角色想要成为远古的头牌 都得经过一番惨无人道的训练 严重的还得经历亲人离世的痛苦 但有这么一群人 他们出场级巅峰 不说碾压神秘四奥吧 至少也是第一级别的实力了 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 有些人依旧坚挺 活跃在战斗的第一线 有些人却沦为量产八兵 长了谁都能踩一脚的存在 所以本期阿泽就大家要来看看 那些出场级巅峰的角色 现在都混得怎么样了 第一位 赛罗 作为光之国目前的最强战力 赛罗的首秀可以用炸裂两个字来形容 面对怪兽牧场肆虐的一百只怪兽 赛罗只是微微一笑 最后更是砍瓜切菜般的 将所有怪兽轻松KO 即使是幕后主使贝利亚在赛罗手上 也没能撑过几招 仅仅三五个回合之后 贝利亚就丧失了抵抗能力 最终被赛罗双射线轻松击败 不过这还没完啊 贼心不死的贝利亚又借着怪兽的怨念 融合为白体怪兽贝利多拉 但面对杀后远的赛罗 别说是一百只怪兽了 就算是一千只怪兽也不好使 最终在赛罗和其他重要的攻击之下 贝利多拉连怪兽牧场都没走出去 就被轻松击杀了 不过这还不是最恐怖的 最恐怖的是 做完这一切的赛罗居然连灯都没闪 可想而知这战斗力有多恐怖了 有诗战约超速败走光之国 黑背单手勤赛罗 怪兽牧场隐骚乱 后代赛文组队团 最底强王者赛罗致 白体怪兽丧胆怀 单手拿捏贝利亚 举国上相近欢言 不过可惜的是 自那一战之后 赛罗便逐渐拉垮了起来 不光吃的鞭越来越多 甚至还受给了达达这种三流角色 这可能就是开局台子太高的代价吧 第二位 贝利亚 作为赛罗的老对手 贝老黑的开局 同样也是妙不可言 只凭一人一棍 便打成了团灭光之国之壮举 甚至光之国的最高领导人 奥夫在他的手上 也没能撑过几个回合啊 最终贝利亚顺利拿到 等灵素火花 成功将光之国提前送入冰河时期 后来的故事我们就都知道了 为了给主角赛罗让路 贝利亚只能沦为小丑 惨遭赛罗的暴杀 梦碎怪兽牧场 之后的剧场版中 贝利亚虽然也获得了 各种各样的强化形态 但无一例外 都成了赛罗升级的经验包 甚至到了银河时期 已经沦为了小金人的马仔 大约可以说是 和十几年前相差甚远了 第三个 海帕尔杰顿 曾经的海帕尔杰顿 可是怪兽界天花板级别的角色 除了能吸收人类的绝望 与悲悯之外 还将贯穿戴拿 奥特曼的大boss 斯菲亚球体 和各种怪兽当作食物 势力方面更是屌了一批啊 赛罗戴拿高斯 三个奥特曼联手 都不是海帕尔杰顿的对手 甚至神秘四号之一的赛家 也不能在短时间内 击败海帕尔杰顿 最后还是在人类的帮助之下 才将其彻底击杀 可想而知 海帕尔杰顿的实力之强了 至此之后 海帕尔杰顿 虽然依旧活跃在奥特曼剧中 但再也没有了当年的风采 像是强化后的死人 觉得也不能掀起太大的风浪 到了银阁时期 海帕尔杰顿更是沦为量产的垃圾 成为了谁都能踩一脚的存在 实在是让人唏嘘啊 第四个 武帝王 是由切鲁尔杰人 将各在梅尔巴丘巴斯 眼Q超哥布 这五个火花人偶实体化 并进行超合体诞生出的 红河怪兽 被称作平城探人特的存在 首次登场便于碾压的实力 将银河和维克利 血帕腾重创 达成了冰死状态 最后的故事中 银河和维克利 在人类的帮助下成功复活 但面对武帝王时 同样不能做到压制 最后在双傲的轮番光线轰炸下 武帝王这才隐恨西北 而在后续的故事中 武帝王虽然也常有露脸 但表现已经远远不如 登场时的震撼了 完全沦为了 新生代奥特曼的沙包 如此之外 武帝王几乎每次出场 都会遭到平城三杰的暴打 这也流传出了 平城三流氓 专打武帝王这样的名格 第五个 麦克斯 作为远古当年轻定的最快最强 TV时期的麦克斯 确实配得上这样的称号 麦克斯的副本 变态到了什么程度呢 这么说吧 夜虎 摩迪乌斯战的bug外散 就不说了 光是之前登场过的 截断巴尔凯先生等等 都是当前的最强各级 麦克斯能在这样的地域副本中 杀出重围可见实力之强吗 可后来的超音和传说中 老麦的逼格可谓是急软下降 费老黑仅仅两个人子 就打到他生活不能自立 最后更是被冻成了贫困 完全没有了TV时期的风采 之后的赢格系列中 麦克斯的待遇 同样也没能好到哪儿去 刚冲场没多久 这被斯丹仙人又触手俘虏 B队7注射了葛吉斯细胞 一直到第三集 才被杉杉莱齿的利布特救下 毫无夸张的说 老麦的待遇 几乎可以说是平成傲的下水道了 第六个 银河 好家伙 这位更是重量级啊 银河是个什么样的人物 就不用我过多介绍了吧 单手拿捏黑暗扎机 吊锤超级古兰特王 毫无夸张的说 只要战场是在后山 贝利亚来了 银河特地跪下求银河别杀他 也正是因为强恨无解的战力 让银河收获了后山战神 银巨神的称号 可到了银河S中呢 银河的必格可谓是急软下降 完全没了在后山的那种统治力 甚至是强化后的银河斯利姆形态 也惨遭过路怪兽的暴杀 这还没完啊 剧场版中与维克特地和解而成的 银河维克特地表现同样是不敢恭维 甚至在半个渡场的维克特地格斗中 银河维克特地就在右卫最波的优势环境下 惨遭亡灵祖然特王爆杀 表现可谓是高开第一走的典范了 第七个 黑暗路基2 作为银河的黑暗面 路基2的现状突然是惨中之惨 当年的他何其风光啊 压不敢十足的体型 外加恐怖如素的实力 经纪一抬手就将奥特中与 在内的所有角色 统统灭成了火花人物 当然了 开篇的火花人物大战 算得上是黑暗路基2 唯一的高光了 正式登场之后 表现多少就有点一言难尽了 除了开局偷袭银河外 几乎毫无两者 要不是之前需要 我正怀疑泰罗能将这个B红红红捶死 最后的结果 自然也不用多说啊 几乎连还手的余地都没有 就被复活坏的银河轻松击杀 后来的阴格一通 黑暗路基2居然心甘情愿 当起了奥特黑暗杀手的马仔 可谓是将Boss的脸都丢尽了 好了 以上便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你还知道哪些太具体巅峰 但是高开低走的角色呢 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